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鄭啟明 葉世雄 編導 袁碧歸趙 戰國晚期 秦國不斷向東方擴展勢力 當時列強之中 唯一有實力與秦國對抗的國家就是趙國 趙國由於武陵王仿效護人 改革軍隊 所以令到國力增強 趙武陵王之後的趙衛民王也有作為 曾經改革稅收 戰國賊這部書記載 當時趙國 國賦大平 民賦而賦賦實 即是說 國家的賦稅公平合理 人民富足 政府的賦房充實 當時趙國的首都寒丹 商業也很發達 因此成為天下的娛樂事業中心 當時的趙女和鄭基 即是趙國和鄭國的女子 都是以擅長歌舞而文明於世的 根據史書記載 由於趙國興盛 所以 億強齊四十餘年 而秦人不能得所欲 可見當時趙國是多麼強盛 但是國際間的關係 充滿詭計欺詐 秦國為了對付趙國這個最強的敵手 有時會用一些難題去試探趙國 看看趙國有沒有人才去解決 假如趙國應付不來 不但在外交上受到挫折 而且秦國還可能會進一步威脅趙國 在當時 趙國出了一位著名的外交人才 倫相宇 倫相宇最初是趙國患者令妙言的蛇人 卸人就相當冤叛下食客 當時趙衛民王得了一塊珍貴的玉石 和時碧 秦超雙王知道了 就派師臣都趙國 要求以秦國十五個成一 來換趙國的和時碧 趙國軍臣都不知如何應付最好 而妙言就推薦論相宇給趙衛民王 為神妙言參見大王 為神論相宇參見大王 為神論相宇參見大王 這位就是你佐吉提及的那位倫相宇先生 大王 這位就是倫先生 倫先生才智過仁 他有先見之明 有關秦人的難題 微神保證倫先生可以替大王解決 倫先生 在 秦王日前 派師臣前來 說願意以十五個成一 換寡人的和時碧 先生認為 應該答應 還是不答應 十五個成一 換一塊玉壁 大王 玉壁雖然是寶物 但是以十五個成一來換 人未免多一點 照國大臣已經相議過 秦人此舉 分明是要為難我們 沒錯 用到十五個成一 換區區一塊玉壁 如果寡人不答應 秦人就會說寡人愛逼如命 如果答應 又會說寡人貪心 無論換語不換 都是不好 都是有損趙國威望 寡人實在左右為難 大王 依微臣之見 秦強照若 大王不可以不答應 倫先生 秦王以十五個成入 引我國宋和時迫入秦 如果到時他拿了玉壁 又不肯交出成入 趙國豈不是自取其辱 沒錯 倫先生 秦人蘇來反覆 坐壞王的事 可以證明 趙國無論怎麼做 都是無法指兩寸其尾的 沒錯 留又不好 鬆又不好 不過衡量起來 秦人要求以成換壁 而趙國不答應 趙國顯得強硬 沒有交好的意思 似乎趙國有些不對 但如果趙國送壁 而秦國不肯交出成入 又變成秦國沒有信用 這樣便是秦國不對 對 大王 依微臣之見 以為我國應該答應秦國 由得他們附上沒有信用的惡名 這樣 寡人恐怕其他國國會誤會 大王 只要事臣處理適當 大王可以分毫無損 但是請哪一位出示秦國 大王既然沒有可以派遣的人 微臣願意效勞 如果秦王真是割地 和是必可以留在秦國 如果秦王不肯割地 微臣保證圓壁歸趙 真的 那寡人就勞煩論先生 大王 兩王 八鳩 真是好逼, 真是好逼, 精盈通透, 真是好逼 各位美人, 你們看看 真是好逼 秦皇, 微臣已經替趙皇將和氏璧送到秦國 請秦皇將十五個成一的地圖拆席 戶口填某數目交給微臣 由微臣帶反趙國派人接收 你說十五個成一? 什麼成一? 倫先生 秦皇, 難道秦國忘記了 我答應以十五個成一交換這塊和氏璧嗎? 啊? 交換? 趙皇不是宋璧向寡人立共嗎? 秦皇, 你… 秦皇, 就算你忘記了, 秦國朝廷也應該有紀錄 這樣啊? 好了…寡人就命人去翻查一下 倫先生, 你回去賓館休息幾天, 等候消息 這塊和氏璧就暫時借給寡人欣賞幾天了 知道這個地圖 既然秦皇和各位夫人喜歡 倫某又怎會淪式區區一塊玉壁呢? 各位夫人要欣賞, 倫某非常歡喜 不過壁上有一點少瑕疵 各位夫人想不想倫某指出來呢? 什麼瑕疵呢? 在哪裡啊? 你們交一塊玉壁給我 在這裡… 在哪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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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先生, 你拿著梨子給我們看看 好啊 秦皇 如今一塊和氏璧在微臣手上 倫相如, 你想怎麼樣? 只要微臣順手一撞 一塊玉壁就會在石柱上碎你 趙國隨從, 你們替我寫下 是, 說秦國貪, 恥強, 欺騙趙國玉壁 所搭穩交換的誠一恐怕是假的 快點拿回去給趙皇公佈天下 倫相如願意與和氏璧共存亡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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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著 倫先生, 有事慢慢說, 有事慢慢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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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就馬上召大臣 翻查地圖, 移交十五個誠一給趙國了 哈哈哈哈, 秦皇, 微臣怎麼知道你有沒有誠意 哦, 那請問怎樣才有誠意 趙皇命微臣送迫入秦的時候 為了隆重他親自齋戒五日 在朝廷之上交付, 行拜送之禮 秦皇如果有誠意, 也應該齋戒五日 在朝廷上依禮接受, 欲必由微臣到時交出 換十五個誠一 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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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後你再來 趙國史臣論相遇求見 請他進來 秦皇有命, 請趙師臣 趙國師臣論相遇參見秦皇 代表趙皇向秦皇問號 好, 好, 行了, 好了, 論先生, 不用多禮了 寅仁已經依趙師的說話 齋戒五日, 又準備了禮儀了 你帶了和事碧來嗎? 秦皇果然守弱 但是和事碧, 微臣已經派人送返趙國 論先生, 你這樣做算怎樣 秦皇息怒 微臣知道秦国至木工以来 二十几位国君都不重视信仪 未尝有约束 微臣恐怕秦皇这次亦不守信 所以胆敢将碧拿走 伦先生 你这么说错 寡人已经医药齿戒五日了 齿戒只是表面仪式 秦皇当初也答应以十五个诚音交换 如果真的有诚意 为什么不先割十五诚音 如果秦皇你先割诚音 微臣又怎么爱惜一块区区欲壁 而得罪秦皇呢 你 你 鸣相遇 小心你的性命 请大王杀了微臣 不过更加显得秦国不讲信用 专门此世欺人 就算杀了鸣相遇 也得不到和氏璧 还连秦赵两个交可亦都破坏了 好吧, 接待事实之禮, 照上举行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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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的中國,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有時會用一些難題來試探對方, 看看對方有沒有人才去解決,以及解決得合不合當,然後再制定新的外交方針。 其實秦昭襄王不一定真是那麼橫蠻,他或者只是想試探一下趙國軍臣是否容易屈服。 而且當時正是燕趙等國因為齊國滅了宋國,大家準備與秦國結盟聯合滅齊的前夕。 如果秦昭襄王真是想攻打趙國或者佔趙國便宜,那就會喪失外交上的大好形勢。 至於論襄宇,他替趙王解決了這個難題,而秦趙兩國仍然和平共處,沒有發生戰爭。 因此趙王任命論襄宇做尚大夫。 幾年之後,秦國的野心逐漸顯露出來,已經奪取了與趙國接壤的魏國、韓國和楚國的不少土地。 在公元前279年,即是趙惠民王17年,也即是田丹復國那一年,秦昭襄王約趙惠民王到敏池商會。 敏池,即是洛陽以西,現在河南省的敏池縣,當時已經是秦國的領土來了。 這次敏池商會,論襄宇也陪和趙王一起去。 臨行時,趙惠民王和趙國大臣約定,假如他三十日後還未回國,就立太子做趙王。 因為怕秦國不知又會用什麼詭計。 好了,到了敏池,秦王招待趙王飲演。 趙王,難得今天秦召兩國交歡,我們喝杯。 多謝秦王盛情招待,我們乾杯。 乾杯。 乾杯。 今天真是高興。 趙王,寡人聞得趙王來善於咒室,可否演奏一下,爪興? 豈敢。 進來,進來,拿個室出來。趙王,你千萬不要推遲。 那恭敬不如從命。 來,拿個室出來。 昂梅伽這中空前,正常有在封尾。 進來,拿個室出入。 趙王、盛藤以免給你。 在、封尾。 綺麗。 好, 好, 真是好聽, 真是好聽 秦國使官快點寫下 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 令趙王古身頒布各國 領命 秦王, 書微臣無禮 林先生, 你拿著酒罐衝到寡人面前, 究竟想怎樣? 秦王, 趙王聽聞, 秦王善於敲擊樂器 請秦王你演奏一次, 大家高興一下 敲擊, 敲擊什麼樂器? 微臣手上這個酒罐, 大可以臨時作為樂器 混帳, 怎麼行, 怎麼行 秦王, 五步之內, 微臣可以以頸血染污秦王 那, 好了, 好了, 好了 趙國使官寫下, 某年某月某日, 秦王為趙王激浮 領命 趙王獻十五個成績, 為秦王觸手 請秦王獻咸陽城為趙王觸手 你們太多事 論大夫, 請你回去吧 關於論相遇, 圓壁歸趙, 和在敏池相會時的表現 後人多數稱讚他 但是也有些人認為, 在圓壁歸趙這次事件之中 他有些地方是做得仍然不夠好 甚至可以說沒什麼信用 因為秦王已經當面答應論相遇齋戒五日 用十五個成績換趙國的和時壁 其實論相遇應該將玉壁交給秦王 然後對秦王說, 如果秦國真是給十五個成一給趙國 那十五個成裡面的秦國子弟一定會怨恨秦王 如果不給, 秦王為了少少一塊玉壁而失信於天下 那又值不值得呢? 如果用類似的外交辭令 相信秦王一定不敢要趙國的和時壁 而且, 好在當時秦國還未想和趙國決絕 如果不是秦王一生氣, 立刻殺了論相遇 然後派大軍攻打趙國 而且出師有名, 就是趙國失信 那和時壁最後都可能落入秦國之手 所以有些人說, 論相遇可以圓壁歸召 實在是僥倖 至於敏詞之會, 論相遇就真是好事了 自從敏詞之會之後, 論相遇的名氣大大增加 趙王亦都拜論相遇為上卿 趙國大將廉婆, 有些人讀做廉婆 就對她非常妒忌 時時在朋友面前罵論相遇 那個論相遇, 不知道有甚麼這麼了不起 想我廉婆領兵徵戰幾十年 替國家立下不小功能 論相遇只是靠把口 居然職位高過我廉婆 真是豈有此理 廉將軍, 不可以這麼說 論相遇因為有才幹, 才得到大王信任 哼, 她出身未賤 我廉婆怎能跟她一起在朝廷做事 廉將軍, 你何必分貴賤 哼哼, 論相遇每次見到我, 都必定避開, 怕我羞辱她 她都自知卑微, 不敢跟我交往, 怕了我 廉將軍, 在下跟論相遇說過 她說, 並非不敢跟廉將軍來交往, 而是另有原因 另有原因, 甚麼原因 她說, 廉將軍雖然威猛, 但總比不上秦禍 是, 是呀 她說, 為人臣者, 應該先國家, 然後施受 無謂跟廉將軍來衝突, 搞得趙國大臣不和 被秦人有機可乘 廉將軍, 她不是怕了你 甚麼, 甚麼是這樣 是呀 我真是太魯莽了 論大夫, 請你原諒 為甚麼這個人脫上衣, 綁著木軍衝進來 為甚麼 你是哪位 請你原諒我 論大夫, 在下是廉婆 以前多多得罪 原來是廉將軍 廉將軍, 甚麼是你 請起, 請起 論大夫, 在下以前多多得罪 在下不知道你這麼大娘 凡事先國家, 然後講師仇 我帶木軍來, 你打我一身 是 廉將軍, 何必呢 請起 如今秦國強大, 對我趙國虎視眈眈 秦國所以有所顧忌 就是因為我們趙國有廉將軍和在下 如果我們兩虎相鬥, 定必有一個受到損傷 那無謂啊, 反而被秦國有機會對國家不利 是 由今天起, 我廉婆願意和論先生 結為敏頸之教 論先生, 你不要嫌棄 是, 起敢 在下能夠得到廉將軍明白 正是求之不得, 廉將軍請起 好, 多謝論大夫大娘 各位, 請你們做個見證 好 好 中華五千年 由藝便利主持 張偉國讚稿 鄭啟明、葉世雄編導 現在已經已播放完畢 中華五千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